他是個雙刃劍嘛 死就死 死的不是別人就是漢物 你敢出去耍 人家都可以 你不行 所以你說我為什麼 我也孤獨 不能出去 哎呀真是 那樣的就是 可能所有人都想不到 要過這麼一個 理性謹慎的生活 很累 是啊 因為我又是個 藝術行業的人 那個有些衝動啊 敏感 太正常了嘛 太自量 特別正常 但是我不行 特別累 好多年都已經 不出去玩了 因為我去玩了 也不知道說什麼 生活中 我是個特別悶的人 比樸樹強不了多少 做這個工藝 他其實是被一方被很多人監睹 另一方被很多人需要 那麼多人 而且你去不同的地方 眼睛看到那些不同人對你的需要 這種巨大的被需要的感覺 說實話這是一種自滿 不客氣地說 這也是一種虛容 我看到那些可憐的人 我愛他們真的 就這樣 你問過自己嗎 就是你 你吃那麼多愛 要給那麼多人的愛 哪兒來的呀 是天生的嗎 是一種什麼東西 來這麼多愛 這個因為不是一個人問過這個問題 我個人覺得天生還是占一部分 當然我從小失去這個父愛和母愛 也是一部分 我從小就是我奶奶帶大的 她在北京胡同裏賣冰棍 推車什麼的 我奶奶她是有精神內核的人 她非常的有骨氣 非常剛 我覺得她是一個 這輩子讓我特別敬佩的人 我從成都到了北京嘛 還是那段歷史不想講 因為覺得特別討好的那種 讓別人舉著你 我都可憐什麼的 我一點都不可憐 對 我的命就該如此 但是有件事 我為什麼要再說一遍 我必須說它是因為 我有今天 能成今天這個樣子 能做公益 繞不開它 對 它是一個 起源 就是我到北京來 然後那個 我那時候還住在 前門大街 長項三角 22號 我奶奶帶我在大兒大 賣東西 然後過來要飯老頭 我奶奶拉著我老頭過來 就要飯嘛 就求求你給點飯 我看了那老頭 我奶奶拉著我 我們就往前走了 走兩步我奶奶說 說這個大虹 你兜裡是有兩毛錢吧 我說 你怎麼知道 這前兩天五分五分的 你也沒花攢著 我約本的你得有兩毛錢 我說 是吧 然後我奶奶說 剛才那要飯那老爺爺 為什麼不給人家 我當時愣了 反正就自己鬥爭了兩秒鐘 我就把我奶奶手撒開 回头追那爷爷 追完了以后 我把那钱拿出来 说爷爷 这钱我刚才就应该给你 然后我怕一句功 对不起了 掉头往回跑 我看见我奶奶 就这一个镜头 我韩红做公义到今天 就为这一大幕哥 二十年了 我做公义 爱谁谁 谁说 好 不好 把你说成英雄 把你说成三孙子 把你说成骗子 攻击你 诋毁你 那一刻 我一言不发 我不是个怂人 我就这个 我只因为这个 当我想发火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想 那不远处 那个老太太 我什么都没说 我是条汉子 我是条汉子 白白问导演怎么想的 陈娟他们呢 十年前 您救过一个小男孩 然后呢 他现在自己好 因为当时我在央视 小男孩 他在央视门口 他爸抱着他 就一直流鼻血 也没有人管 后来我们就 给他拍了那个 照片发的微博上 那微博上 那小男孩 当时是三岁多 然后十年过去了 他就因为您当时 给他捐款 然后还找了医院 现在长得特别高 特别大 就很好 就跟您说一下 那个事情 他叫什么名字 叫王建新 他是哪儿的 河北的 他为什么会让我帮了他 当时是因为在微博上 就是发了他的照片嘛 就是说一个正在流血的 小男孩 然后呢 您当时给他捐款了 那应该不是我们基金会 是我个人的 是个人的 因为那个时候 基金会应该还没有成立 是11年 11年 应该那就是个人 在那男孩现在 跟我儿子一般大 应该是15岁 都动人的故事 小小的交集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凯 真得表扬你 一看是自己人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 刚才那个最高音的时候 小凯就给我把那个 里边那电音给我 咔着就来了 听见了 我一听 对我一听 你在怀疑我的唱功吗 因为你们这些技术人员 可以通过手段 让歌手减轻他的负担 甚至唱不上去的 也能唱上去 但是作为歌手本人来说 非常的不应该 因为你吃的是这碗饭 你被称之为职业歌手 你不可以唱不下来 你如果唱不下来 就不要开演唱会了 就在家待着就好了 对吧 你卖那么多票 卖住给人家买的 是想听你真唱 所以刚才那个地方 我再来一唱 我再来一唱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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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地方 我嗷一早就上去了 我进晚了 实际上它们有一个缓冲 然后我刚才没缓冲 直接干上去了 我给你带一个东西 这不怕是收你的笔记啊 最初是你的吗 这个 这样你看 这怎么回事呢 但是这 天哪 这不是我的字吧 不知道 我在我们在孔福斯网上找到的一个 别人说是你的笔记 是你的笔记吗 我要好好看一下啊 不着急 慢慢看 哦 天哪 但是孟哥这个电话可是对的呀 信息是对的是吧 是 这为什么会是我的呢 这是丢失的对不对 这电话应该是对的是不是 这电话真是对的 这是我的 关于恒哥谋 看来是我的 还有你的评语 给你们 往后翻门 这好像是我的 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呀 我们也不至可否 好家伙 I guess 第86 绝学历史 这个是我已经那个入中国音乐学院了 这绝对是86年的 对 你看这本是85年的本 哦 对 这是我上学87年 上课的笔记为什么会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散落到这个 人间了是吧 对 天哪 还行 卖2000块钱 可以吧 你问他还有什么 我帮你的找着 咱都买了 好 把你找着 我的天哪 我真的全忘了呀 你看 你看看 啊 我的天 你看但是最初选音乐的开始嘛 哦 乐历 就就都能忘了你知道吗 都忘了 那时候对人生未来是什么想象呢 就想着当兵 唱歌 我当时音乐学院想唱歌是变成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歌手呢 有一个那是我的一个 偶像吗 偶像啊 对啊 必须有网民啊 他的歌我都会唱 走血演出就是在一块儿 然后我就老在旁边听他唱 咱们听手他的歌吧 我们听手思念嘛 好多年能听嘛 就是老歌思念 对啊 我很多年没听了 你点这歌真太老了 配这本 配这本 这句特别有名 老时髦的 嗯 你去也无消息 十八四年级 要在我心头 那时候你走去你唱什么歌啊 就也是这些 也是这些 对 这歌你肯定没听过 爱的死去活来你听过吗 这也是我演出唱过的歌 这歌名特别那个年代 爱的死去活来 这谁写的 大世界 不认识 小舞台 人世间 人世间 多少爱 多少爱 古尽庄外 古尽庄外 岂多欢乐 悲哀 十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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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后面有一段非常高的地方 你听听 嗯 那会儿演出就怕唱那儿 怕唱破了 你 你 爱情不是忍耐 爱情不是祈求 也不是等待 要爱得明明白白 要爱得时时赶摘 要爱得统统缓缓 死去过来 你看靠谱吗这歌 这词曲得好可爱 你看靠谱靠谱 给他发个事 你这样含着死他了 我现在在做一采访 人家问我原来听谁的歌 偶像是谁啊 Money 你都会唱什么歌 要爱得明明白白 太逗了 我们真的是从年轻就是好哥们 现在跟我做公益好几年了 以前说我现在归我管 这徐荣卿得到巨大的满足是吧 巨大满足啊 这本子真是 怎么还 现在看来还是有人 捡到过我的东西 但那时候也是一个不断地遇到各种挫败的那个年纪吗 对 因为参加大奖赛从来都没没进过决赛 很多小孩都这么多挫败脸 他就放弃了 你好像还能有劲往前 我确实从未想过我不唱歌了 甚至是有老师劝你干点别的 嗯 因为你看你那个小胖子 形象又不好 个儿矮 长得也不好 所以你们会刷掉我 那我就努力 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顾及不上看我的面容 就会被这歌声吸引 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我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做到了 嗯 但是唱歌也有不好的 就是人家都知道你唱得好 谁也不去关心那歌是谁写的 其实那些都是我写的 包括好多人都不相信满天红的作曲是我 四十五一票房 怎么也得有我点贡献啊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 开始有写歌的冲动是 一上学开始有嘛 写歌那太简单了吧 上学就是写歌了 《雪鱼光芒》这第一张专辑 都是在1987年的时候 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写的 写歌好像始终对我来说没有特别难 五年前我开始对肖斯塔科学院 上学会起产生巨大的兴趣 嗯 从小没这么接触过古典音乐 我们家穷也埋不起钢琴 为什么是从肖斯塔科维棋开始契机呢 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有相似之处 我特别 我大学时候读过一本 肖斯塔克维奇的回忆录 太动人了 我也看过 那自传吧 对 特别好看 然后他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之下 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说你不觉得像我吗 所以这不是回到刚才了吗 我说我一直在装锋卖赏 但是在古典音乐领域里面 还是不敢造次的 古典音乐太深奥了 就我现在这个 算是雏鸟一只 热爱古典 那就写呗 敢写 勇于写 我很喜欢你做那个城务的 太好了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旅程 我觉得很喜欢 四重奏 如果你要听过 我那四个乐章的东西 你应该有所感悟 你听城务 那才是最好的 我放一下 愿意 你刚才脑子里会有什么画面吗 当然 是什么样的方法 我在指挥我的乐团 是 你就是刚才完全突然变成另一种 另一个人了 我是这张出完了以后 马上出一张古典钢琴的套曲 黑胶 是陈萨大师弹的 都录完了三首了 还唱两首 我可以给你放一放 这是我 自我感觉越写越成熟了 琴旁的朗读声 这张出的 我的歌 也有什么意思 这张是 我爱你 你搞的 对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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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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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能帮我带来一些新的情绪 这些情绪有可能帮助你与嘉宾的内心产生联结 这是好的音乐与好的音响带来的独特感受 这下可以弱一点吗 这下可以强一点 我们从15 15 不着急 不动我看 走 我想后面再提一点数 请 大的 好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了吧 我们可以试录一下 咱试一下 好的 抬一遍是吧 对对 咱们这次先从头到尾抬一遍吧 好吧 好 三九三秒开始 谢谢你 我的手 我特别的满意 我这也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都玩了 多好 多开心 这普对我来说简直天书 好羡慕 天书 今天是不是很顺利 很愉快 什么感觉 对 对 所以我说就是说找到一个对的 谢谢 找到一个对的 然后适合自己的当人家 嗯 他特别懂我 所以他很快 嗯 这张什么时候开始发售 很快 希望能年底 好 是一张黑椒 嗯 期待 对 我今天也很兴奋 也很幸福 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第一张钢琴专辑 结束了 全部录制完成 嗯 这样的话 他在我的自己的作业里面 现在就是自己可以任性了 对 我就把我后半辈子挣了的钱 都花在古典音乐上 我听着都开心 真好 我怎么不能让自己撒撒花呢 是 对吧 那一部管弦乐作品 写了三年零七个月 这个钢琴套曲又是一个三年 对 所以大家为什么看不见我 我都在看这个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挺满足的 行 这差不多了 好的 谢谢你 没关系 很开心 关键跟你一块听了那么多音乐 对 因为上次我一次听到采访 你说你特别喜欢那个Sugar Man 我特别喜欢那种 是吗 我爱死那个 小唐人是吧 对啊 我很想去见见那个人 对吧 我非常欣赏他 特别欣赏他 而且他很高贵 是吧 很高贵 他后来他不是在南非成为一个Superstar吗 对 但其实他对他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 他始终在自己的一个节奏里面 对 他回到美国 他还是跟那个普通人是一样的 对 我在这里 我能不能占您的宝地说两句话 你快实际说 随便说 就我特别感谢那个 好多非常优秀的这些记者也好 深度访谈节目的这些老师们 谢谢你们看得起老韩 然后如果我拒绝了您的访问 您别介意 我会把我自己埋得更深一点 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拿最好的作品来送给大家 可能不是歌声的 但一定会是我的管弦音乐作品 曲乐作品 古典音乐作品 因为我深深地看到并相信 古典音乐可以治愈人心 谢谢 谢谢徐老师 也谢谢十三腰的兄弟们 你们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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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把我冻坏了 真的 冻得我在呆呆的了 走了 我真的你家的钱买了 有点账 这行到底来 心请 很不错 是吗 好像音色还挺好听的呀 好琴 买不齐 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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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挺好 最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